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秉庭 我是雯玲 滿滿掌聲將尖叫好嗎 接下來我們請總經理為我們致詞 好 那個先給我們最漂亮跟最帥的主持人掌聲一下好 好 李安給上一個階段那兩位主持人侯玉跟我們小莉 今天很驚豔 那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沒想到大家真的那麼帥那麼漂亮 平常的制服埋沒了你的身形 那剛才看到很多回顧 一整年都在吃吃喝喝好像不太對 這一個月來 那個為了穿那個漂亮的服裝好像一個月好像都瘦了 那我們明年是不是那個從月初就開始減重計畫 你看如何 我們盡量一登山爬山來做我們那個我們的聯誼交友好不好 吃就少一點 好看到一下我想真的很感動 也感謝我們這一次阿志景也好 還有很多的活動同仁的一個籌辦這一次的一個晚會 那我們的旺年會 那今年又特別不一樣 我們的心想事成 當阿志在發想這個網會要怎麼辦的時候 阿志跟我講過一句話 阿志跟我講過一句話 阿志跟我講其實他發現 大家都是個明星 只是有時候你們太含蓄了 有時候在生活當中或許 因為一天過一天 埋沒了你們的長才 包括主持也好 包括帶動氣氛也好 包括吃吃喝都一樣都是長才 阿平常埋沒了各位 所以阿志景也在想說 是不是今年我們就一個東眾的這種盛裝的晚會 那其實說實在的 凡是你認真 別人就把你當真 你看你們一認真起來 真的他就是模有樣的一個星光大道 給大家掌聲一下吧 好我想今年回過一整年 其實是在這個產業當中是有點驚濤太大 從一年初的時候 基本上眼看著國外疫情 不好但是台灣還控制的而已 所以那時候大家也樂在其中做我們的事業 做我們的業績部分 那五月一來 哇大家慌了你知道嗎 但是老實講是 以我跟那個副總會比較擔心一點是說 尤其我是身為工的理事長很擔心一點就是 萬一這個產業一個人待看眾人 那報紙一爆 那整個的人不敢跟房眾來看房子 或是租 我那很擔心很擔心 但是呢 我們又不可能停下腳步 所以在五月六月七月這樣子 在每天這樣子 那個戰戰進進當中 來度過 可是沒想到 我們的整個房子 因為這樣子反而更好 所以我想說今年一年真的是驚討害人 那包括租賃一樣 我們租賃不一樣 我想整個社會住的包住貸款部分 後續的發酵也都出來了 很多的房東主動 然後找我們房中部這部分 包括外界很多房中部說 他想要知道這個社會住的部分 所以整個下半年就 尤其八九十十月 那邊開始在爆量 這也是當初年初我們意想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想 在事業當中也好 在工作當中能到 很多東西不是你要想得到的 也不是你意想得到的 但是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因為平常大家都準備好 尤其像我們的房中部的部分 跟同仁跟不用話下 因為大家都已經 大概這個產業都非常久 像我們全美節 這裡都早就都準備好 那個 那個 那個整個的業務量的部分 都準備好 那個技巧跟那個 那個客戶的互動部 都準備好 客戶一來 反正可以結案 竹力不一樣 因為 經過去年一整年的摸索 然後今年很穩定的情形之下 我想大家業績都有出來 我想 是不是先給自己掌聲一下 好 好 我想轉換明年 新的一年 其實 老實講 會更好 那 房中部部分 我們不用擔心 整個所謂的 打炒房的部分 因為 市場的資金 它真的還很多 還很多 那如果萬一 在明年的第三季 因為預售屋被打 那有干擾到的話 那你只要準備好 讓屋主 總價有點下修 就可以了 但是應該不再不至於 應該會平盤 平盤的那個 而是量呢 不太會影響 量不太會影響 所以也不用擔心 那竹力部分 更要好好掌握明年的這一年 因為整個市場 從那個發展期 那個 開發期到發展期 在發展期這一塊 會好幾年的一個 一個時間點 真的 量體一再出來 所以明年 可期啦 這個是不管房中 跟房中部 跟我們主任部 明年的量 跟那個 我覺得 包括主任的部分 是很可期的 所以 給我們自己 期待明年 掌聲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你也是要 藉由這個時間點 感謝大家 一整年來的辛苦 那今天晚上 屬於你們的 晚上就穿這樣來用餐就好 不要再換我 你們的制服了 真的 真的 我那個 有跟很多好朋友講說 我們這懶得帥你們的 沒 要來拼心 要來拼心 不拼 那個拼心 來這裡拼攏長 還是找這邊 我們很多的 那個 業務高手的在這邊 所以 好好展現自己 今天屬於你們的日子 感謝各位 謝謝 OK 謝謝總經理 為我們的加冕 那